肺炎吃什么水果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薛静 血炎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其实肺炎的病人呢 是比较适合吃水果 当然有一个前提 这个病人的血糖是正常的 如果是糖尿病呢 我们当然另当别论 那么为什么提倡肺炎的病人吃水果呢 因为水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此外呢 例如比如说梨 枇杷 还有就是苹果 还有樱桃等等的 这些水果呢 都具有一定的生津止咳 润肺止咳的作用 所以这类病人呢 这些水果呢 其实是提倡肺炎病人吃的 当然呢 再强调一下 一定是血糖是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对于二型糖尿病的病人来说 他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不建议病人吃 大量含糖非常多的水果 比如说西瓜呀 特别甜的一些香蕉呀等等 那么这一类病人呢 吃水果每天要限量 根据自己血糖的情况 一定要限量 而且尽量呢 口服一些含糖量低的水果 比如说小番茄 或者一些水果黄瓜等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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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